我們要慢慢往下走 慢慢往下走 所以這是北四溪 那早期這一條步道全部都是那個 途徑 所以我們如果從 我大家都住在那座山最高的那一個 半山腰 那個地方叫做火焰山 翻山越林去途徑 翻過去就是那個坪林的金瓜寮 然後從那邊走水平的過來 搭船過來 然後上這個 我的左手邊這一塊叫做那個永安 永安國小的這一塊讀書 可是我要到新店 一定要走這一條上來 走這個古道上來 然後走到剛剛我們講的那個保甲路有沒有 從那邊一直到水底寮站 所以要走好幾公里 蠻遠的耶 對很遠 這樣不會偷學喔 這樣也不想偷學 不是 我現在想我這麼辛苦的走這麼遠 為什麼還書念的不好 後來我才發現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路邊都有些花花草草吸引我 所以我就 難怪你那麼懂 現在用上了 所以 你說我 我不喜歡念書很正常 因為我每次 這個大自然的東西 這是對的 比書本裡面還好玩耶 對不念書是對的 對 來我們往下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